今天我們特地選在2014年的最後一天 但是政府前面舉行這場記者會 除了是肯定柯文哲市長與倪崇華局長 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理念外 但是我們也要公開關於目前 在台北市碩國僅存的完整年齡眷村 加和新村 因為前任市府帶乎職守 不依程序不予他暫定古蹟的身份 以至於他目前在眷村內 有多情遭受二手五金傷人 陸內破壞的慘況 那我們期盼在新的一年開始 和市長的文化百日有感新政 能從加和新村佔定古蹟做起 為台北如我們的後代 留下一處跨越三代歷史的見證 就是我們在上次萬華庫拉桃的集會上面 我們也有去深園 然後我們也在當場呢 我們把我們這個 大和新村的這個議題的這個文化 文化資產收貼也當場交給了你局長 也邀請他說 希望他就可以親自過來看的 但是就是 到現在一個月 到現在這個一個禮拜以來 我們還沒有收到通知 那如果 如果 禮拜五真的是我當局長的話 我會請大家 跟 就如老師剛剛講的 會 潛心學習這些所有歷史古蹟的 所有 一些細節 謝謝大家 所以 我是因為 我們最近看到 我們的家的新村 他因為沒有 家庭古蹟的保護 而 因為他 文化成績程序的暫緩 導致他的很多 裡面的一些房子 他的一些鐵件 都被 都被偷竊 都被破壞 而且他的一些 第一代的一些木造 木造專訪 就是鎮村第一代的房型 他因為 那些五星商人 他們為了偷取裡面的電線 他們把他們的木頭 進化板把它打破了 打破之後 連帶影響到 他的一些屋頂結構 都會開始出現一些 不穩定的狀況 對 其實我們 我們很憂心 要是現在這種 我們要是現在這種 空窗期的狀況 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我們擔心 在一個月之後 村子的狀況 可會變得更加的強烈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 我們後續的一個 溫室 發市場的一個省議 那其實 現在目前那個周邊的環境 有沒有做任何的保護 或是其他做什麼 沒有 對 第一點 邀請台北市文化局 依照文資法第十七條 及暫定古蹟條件 及程序辦法第二條 至第四條 及第九條 即刻將 嘉禾新村文化警官提報範圍 列為暫定古蹟 阻止嘉禾新村 繼續遭到破壞 第二點 也請尼重華局長 應該兌現上任前的承諾 應該緊述的邀請民間團體 去嘉禾新村進行限刊 了解嘉禾新村的文化保存價值 其實我們在校警局 趕他可以看到 嘉禾新村現在目前面臨 這樣破壞的問題 他可以儘快的招開 只有暫定古蹟程序的一個 專案小組 他可以儘快來這邊辦理 依照 這件他的承諾 來這邊辦理限刊 然後限刊之後 他可以儘快的把這邊先 指定為 暫定古蹟 這樣我們 就算是要等到 明年的二月中 才能充行 這個繼續做文字審議程序 那我們可以去保證 至少在這一個月以內 他的房子 他 不會再受到破壞 或者說 他突然被破壞的話 我們有一個相關的文字法的法則 可以進行一個 可以做相關的裁決 嘉禾新村呢 我們知道他其實是 過去的聯情單位的 一個通訊的修理廠 所以他那一部的 許多的眷設 第一代的眷設 其實都是以當初 這個通訊修理廠的廠房改的 其他這些廠房 他的特色是他的格局 有特別做的調稿 所以這些廠房 其實未來他保存下來之後呢 這些廠房一方面 他可以進行一個浮化的利用 他可以作為一些 攝影棚之類的工作空間 另外 嘉禾新村 過去本身他是一個眷村 所以他的 裡面有相當多一些 可以居住的一些小單元的房間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嘉禾新村呢 在這麼過去這60年來 有很多的 快智人口的 跨越年代的 不同的影像作品 在這邊拍攝攝取景 包含有 早一輩 早一輩的唐寶雲 柯俊雄 他們拍的羊家人家 然後一直到晚禁的 今年才剛下檔的 十六個夏天 有很多的 跨越不同年代的 鏡頭相聚啦 電影 MV 都在這邊取景 這像 我村子導演本身 他也是在這個村子 所出生長大的 對 其實我們認為說 這個村子本身 他有很強烈的一個 文化創作的一個 影像創作的一個 文化體育在這邊 那未來他可以保存下來之後呢 我們目前是建議說 文化 未來新人的團隊 他們可以 類似寶藏員的一種 所謂的 公營出租宅 或是智慧住宅 來形式進行活化 活化之後呢 這些居住空間 他就可以提供我們台灣 很多的一些 青年導演 新位導演 他們有一個可以 在台北 他們有一個可以居住的空間 有一個可以 在一地 又可以進行 創作的一個 Studio 的空間 這樣他就可以 我們家和新村呢 未來就可以轉型成 台北市的一個 青年影像文化的工作城 對 那這樣的一個 轉型方向 其實呼應我們 柯文的市長 經理局長 目前的一個 文化蒙工廠的一個 文化建建 我們希望說 這樣保存下來之後 未來做這樣特色 有歷史底蘊的一個特色的活化 可以為我們台北市 吸引更多的 這種青年創業的人口 進來台北市居住 提供他們一個 舒適的 創作空間 讓我們台北市 透過影像 讓全世界看見 台北市的特色 台北市的美麗